于正这样的男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就是所有的事情自己扛着 而且还不是死扛 他不是死扛 不是说自己一个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把自己鸿托成一个所谓家庭的英雄 他是真心实意想尽办法 来改善这个家庭的状况 想尽一些力量挖掘任何自己的才能 来把家庭带向一个更好的方向 来 今天是你的心愿是吧 今天是 来 你先把心愿说出来好吗 来 去吧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成立一个我自己的绘画工作室 好 谢谢 来 请坐 来 请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因为我在街头画吧 环境比较恶劣 因为我是租的房子嘛 墙上不能钉钉子 所以我的绘画作品没地方挂 就是在床底下 在角落里堆放着 有时候不注意会毁坏 比方说这个油画都是油画布崩起来的 稍微一不注意 像我这推荐也不稳 家也乱 琐碎事也多 我万一扎坏了 我这幅画一般都要花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就毁坏掉了 我希望有我一个绘画工作室把它挂起来 我们来听听五位老师会给什么样的助力 看你真正是一个真正的好的男人嘛 所以说为了自己的女儿不离不弃 中式环硕呢 愿意出三千万元红包 去帮助你的女儿去购买一些营养品 在一个我现在在职的单位 中国社会艺术协会 儿童艺术启蒙工程项目是我创办的 就有一个书画的一个工作室 我们也去帮你 帮你的书画 走到我们这个艺术启蒙工程项目 做一个一个拍卖 完了咱们之间得有一些合作 也希望你们一家好好地幸福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余正 您好 您好 因为你自己呢 是做过平面设计这个行业的 我们营朗文化最开始的时候 初期业务我们是做策展的 所以呢正好是 我们有非常多艺术圈的资源 那么回到北京之后呢 我会帮你介绍几位 非常著名的美术馆的馆长 那么如果你希望你的作品 要进入市场的话 你就等着市场去检验 如果你希望是表达的话 那就要接受表达的奢侈 带来的这种贫寒 这是必须的 好吗 我会给你提供所有的这些机会 除此之外 刚才孩子在旁边 我其实我作为母亲 我是非常的难受的 那我们随风奔跑 篮球训练营呢 是我先生创立的 是我们中国最好的 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训练营 价值将近一万块 那我会送给你一次 这种体验的机会 希望你能开开心心地 度过这段时间 希望你的童年 有特别美好的回忆 加油孩子 你的未来在你自己的手里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相信好的作品 肯定是来自于生活 所以说我坚信你的作品 一定是很棒的 我们熊九集团是专注于 中小企业复画 旗下有个平台叫熊三网 专门帮中小企业 教他们如何去经营自己的企业 所以说我能不能在网上 成立一个工作室 或者把这个东西 通过互联网的模式 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了 我们熊三网愿意帮助你 我也代表熊九集团 也给你做出一些 相应的承诺 就是说到时候我自己会购买一些你的画 然后作为收藏也好 作为激励也好 我相信你的作品一定是最棒的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在节目的最后 你给我们带来你那首原创 坚强的试吧 谢谢 来我们选择欢迎 来我们转换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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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挡住你的视线 谁搬住你的脚步 命運曾把你遺落 愛神卻把你拾起 多少人記住了你 多少人愛護過你 提不見君是我 最最心愛的寶貝 有雙堅強的翅膀 讓我抱著你一起飛 陪你伴個世紀 看你笑我會沉醉 世界太美 你的淚容易讓我心碎 別哭 別哭 我的寶貝 讓我抱著你入睡